哈囉大家好我是傑森宇 新星星4Gear 今天今天結束影片的社群 開始投票 主要是戰監融團主題 結果一大半人都偷偷高度閃入 OK那今天主題就來講 新星4Gear系列中 直氣主題的反派 Novo Red吧 先提醒一下本節目不會有科學解析 但如果講到所有的劇情是電話 大家影片開始之前 Youtube觀眾還沒訂閱的 影片都點一隻訂閱鈕 可以開啟小鈴鐺 有獲取最新影片的通知 但變成效果範圍則是可以關注下三連 自己加不足 也不妨追蹤我的Facebook 以及Instagram 如果可以解讀不上的地方 還請各位在底下留言 所有自己的看法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把這部找到看一下喔 那3 1 1 開始 Novo Red 是正義決創的XP中 正常的反派團體 有上位被爆發的了光影結社 改造的實驗品 Vanessa Miraroku 以及Elsa 都鑄成的 三位的原型 舉自己吞著補了熊A的漫畫 各個小鈴鐺中的三位追蹤 雞鑫鬼 狼人 以及 越是道 以及科學怪人 Rosa的口頭禪 Katsu 剛好對面的狼人的口頭禪 Miraroku的 Azaimasu Edoin的Dogura 不過在各個小鈴鐺中 Dogura是作 Zamas 下面再講一下三人的經歷吧 在亞當時後 共有結社的結題 Novo Red的三人 重複自由 但應該需要RH虛性的細血 與封面附套而作 其次雙方都想獲得神之力 當鬼也可以提供協議 雙方在互相利用而已 在XV開變南極任務之後 美國政府 回收新卡的戶環 在於中途中 被Elsa襲擊 送給那邊 而是派出吊喊謝格 一派Elsa 把兩人領導船艙內 有暫時限制住他們的行動 但是 Elsa是被兩大操作王 用核體技 打得姬姬白退 最後 說到Banessa的命令 直接撤退 在203會 Miraroku 與西姬會場 讓一姐產生夜 正在一姐身上 方舟可以 而這段也是戰績局上中 死亡人數最多的事件 有10萬人 我們在生命跡象 左手比上一季三干部 用了幾百年的時間 搜集的隔壁及時還要多 所以Miraroku 和Elsa 去碼頭 跟鬼爺的手下 最後一RH巨星吸血 Eop上會抱著我族看到 Banessa也應該證據 專門出Arkanois A Song 它是派出小神哈克里斯 典人又是倒了一半又撤退 但這一次 純鬆器被打掉 然後Elsa被克里斯的狙擊中 伸套中傷 協議也直接報廢了 另一方面 Fanessa到美國 取消了新卡的戶安 戶略獲得血液 Miraroku 去襲擊醫院 不過正好被在附近 當舊前的 叼換切割看到 於是 兩人是也跑到醫院頂樓 人家Miraroku Miraroku也被 Zababana壓一把 打得節節敗退 隨後 Fanessa即時出現 被電池埋充彈 讓城市打停電 因為醫院的病人當人質 暫時脫出了叼換切割 Racer也趁著拿走了鞋帶 並在撤退前 自爆夾門 Noble Letto 而在護腕啟動失敗後 為了不留下衝擊 於是 被瑞瑟放出大連阿尼克諾斯 專車站上宋格會立馬趕過來 但後來也應該啟動護腕衝擊 已經被誤他發了 在最後的戰鬥中 Valessa身上被瑪莉亞 撞上追蹤期 在另外Valessa也在那時 做出了他人的目的 舉著聖之力 把身體帶死別後人類 很快的 他們的長生處 被宋格找到 因為逃跑醫院會被抓 於是 三人將可以救急 在正常上 監視將埋伏 追撞者們將落實 讓他們掌個挫手不及 接著 Double Letto 使出他們的必殺技 didealus and 用全上超過38萬公里的直屈迷宮 一個內部發作超級泊 最好是三人的力量很弱 但是 在封閉的空間 壓縮攻擊 也是有很大的效果 但第二波攻擊的瞬間 上升 最後聖之人們要亡靈的幫助 簡化出 阿瑪盜干姆 替聖使者 替畫香 替聖鳴 聖之人 除了技能 用显著致死的力量 總共Gear 上輸出Gear 緊張的力量 然後殺人就被獎勢人爆炸一頓 但最後 跟政府搜查 任務暫停 若果熱鬥 也就逃過一劫了 殺人作為基地 也被鬼爺 換掉擊破階下頭 最後米阿拉克 幫助帶來阿瑞卡諾斯 自開狀者 而他這次的任務 是要帶載阿瑞布奈 但隨後 接到法令薩的同志 沒錯 計畫改變了 他們還就要可以成為神勢力的容器的小月香未來 而他們需要卡路的身體 是為了重啟吉夫基小頭 米阿瑞布奈 先是控制了 阿瑞布奈 讓其重啟城堡 而這樣活在阿瑞布奈的性質時 卡路的儀式即時浮現 把米阿瑞布奈的精神攻擊彈開 忽然 神勢力失控 變成一個巨大能量聚合體 星卡初始的形態 他就是歐多斯科拉 復活 被三人暴廢 卡路正式回歸 把三人報仇一頓 神勢被開死 三人主的氣氛就被禁止倒數 嚴重刪減 三人先是被副塔拋棄 透支負塔控制住星卡時 三人 潛入觸控時 把全線修改 他就關閉DARREG FITTOBACK SYSTEMMUS 星卡甦醒 直接把三人秒殺 最後 三人被星卡復活 並強化 三人主已正式變成工具人了 已經無法變回人類了 卡路也從變回人類 變成 要把人類變成怪物 而後 三人被派去破壞美國的火箭 在戰爭中 被強化的三人 一頭裝著牙齒 火箭也被阿瑞布奈破壞掉了 在最後 被開啟阿瑞布奈蒙的電玩杰克打敗了 反正就是所有人被傳送到優秀遺跡上 法蘭莎和艾瑞莎 被遺跡的防衛系統攻擊 到米拉洛克 被遺跡的同漢途中 跟伊杰和瑪莉亞碰面 於是 三人展開戰鬥 因為2v1 裝著還算是戰隊上風 不然 米拉洛克之處 OPEN BATTLE 戰局瞬間變成2v2 到最後 米拉洛克 被兩人的阿瑞布奈蒙尼奈蒙 打了變成品牌型牌 另一方面 法蘭莎正跟克里斯坦槍槍神開大前鎖 星牌的方法是唯一一種可以讓身為怪物的我們 不再孤單 所以 被解除巴比哈詛咒 放星牌 恢復力量 但是戰鬥到最後 法蘭莎也就會說出 如果可以選 魔尼絕對不想別生怪物 被克里斯丟下 三人抱在一起痛哭 後來 星牌控制法蘭莎的身體 於是三人拜託搶成要事成之力 把法蘭莎解脫 法蘭莎也已經不想被人利用了 但是沒猶豫 法蘭莎一步 星牌已經把斷屏 安裝進月球一擊 要把玉球一擊 連同裝置很怪物的三人一同炸毀 最終 歐布里斯丘 用最後的力量 造作紫群迷宮 把裝置的門 裝回地球 化作灰燼 消失在宇宙中 天文在首都四點文化 則是想要他們跟伯爺合作之後 被造病追殺的故事 不僅想到他們的開發代代的散鬥時 產生羈絆 也提到他們各自被他們過去 法蘭莎 本名 法蘭莎的大地 出生於香港 在電影公司設長的女兒 不僅是英國籍引渡人 但其實 孟姆這次光輪結社成員 法蘭莎也在首之後 在英國光輪結社的活動 長大之後 總共光輪結社的研究員 都在這場意外 頭部一下身體 都被改成機械 最後更是被光輪結社 放了實驗品 也在這次 跟米拉勒克 艾爾沙強羽 米拉勒克 本名 米拉勒克蘭斯桶 不尊猶地利 日本是一個普通魚孩 但這次制度去巡視 女兒 再到現去留不不中 無全綠帶 再來也被賣到了 光輪結社之部 這次演員造成了 米拉勒克 任� בר Retail的型格 跟臍이 Εルネ的不同 臍se 改革和耳力的事件設定好了 其中在米拉勒克的耳力 只是因為被虐待 感受到痛苦與絕望 出傳承的 Elyssa 不是名 Elyssa cargo 出出於法國 一 champion 各自被堅 �窄生活 violations被親戚虐待 結果僅差被帶到 光輪結社實驗室改造 奈索比起同伴 并像是像一个迷迷家人 而且他们的遭遇却也会让人同情 也更好是解释了 免赖了苦能恶力的性格 在动画中 奈索刚出场时 在后体性恶力的刑警 比反开脚对来说 就是很亮眼 为了达到获得神之地 并非人类质的目的 可以立任任何人事物 而且他们的手法比前世纪的反派还要残忍 这道不是东西 重点都会被放在卡罗回归 用一下杜斗针 以及要带出的追踪Boss的星卡 但鲁奇分已经这么不足 然后他们三个在地位也越来越尴尬了 不过在后期 他们的目的会变也是合情合理的 并已经无法变回人类 也无法再是融入人类生活 也就只有把人类变成怪物对的寻想了 但最后竞争大叔只用1%的时间 让他们完全是洗白 而且这个找性角度 不明太大了吧 这次放开来前 巴利莎对向神树 不禁已经变回人类 为了天不内心的孤独 最后把所有人变成怪物这个选择了 然后到最后完全没有补电 后来拿了一个大逆转 叔叔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绝对不强别人类怪物 这边就来算一下开来前差不多就是9分07秒 然后最后强行洗白只是在12分15秒开始 总共是花了10分08秒 真不愧是战机史上最强移的洗白方法 OK 接下来讲一下 散落洗白物和关注的不接手吧 以下 原来有个人看法 如果个人看法算不通 给他底下留言 先看自己看法 看法上有一派人士说 应该是米亚勒库 大十万人 但上落无法洗白 但我觉得啦 当然这件事并不能当标准 因为在新墨基的系列中 每个曾经是反派的角色 都会直接或紧急杀过人 可能觉得他们洗白无法接受 是因为他们洗白的方式太过强硬 而且他们角色的性格转变太快了 在新墨基亚系列中 全洗白的玛利亚三人和克里斯 都会用一两机的时间 让他们输出或成长 其他半洗白的反派 则是非难复活角色的形象 呃 虽然有机会一次瞬间洗白啦 并逆在最后会从强秤身上 他们可能性 或者不是在最后完成自己的梦想 成为一名英雄 卡鲁是为了报答艾伦夫那一人情 而且出现XP 卡鲁是以正派角色复活 但是卡鲁依然说自己是恶人 然后甚至人帮的梦想 一直都是要从后属于一个美好的世界 在最后更像一起打亚当 一切出双鱼 都是个核弹 也是继续这个梦想 现在也只是被上身 他未来太太 不舒服 反正就算没有同一语言 这么一天 也够相理解的 三角色转变 特定会铺垫或是 复活角色的性格 呃 我知道有人想提 《非尼彻球》那一段 但是那一段 还不想非尼再讲吧 还不然都不在动 不尽是因为后悔 以及不想再不能理由 其实在三分钟前 还说这是唯一的方法 然后在三分钟后 他们就集体叛变了 而且是毫无铺垫的叛变 不过XVF 具情话展来说 他们的叛变 汇聚是必然的 因为想啊 当时想卡罗在对付辛卡 反而要上个联合 各国政府的力量 制造出火箭 起码要一周时间 这时候辛卡早上已经把装置的温泉灭了 这唯一可以送装置回地球 只有他们三个等着去迷宫了 虽然这种用剧情会进行强益洗白的方法 在各批章一期之后 已经尽快不怪了 但是以目前世界团拍的转变 对不然符合角色性格的动画来说 要不然都有洗白 确实是我最无法接受的 那再来讲一下三人的能力吧 三人主要出席的氮气战力 只能跟一位装者的基础形态支配 并断Alarm GAMM 只有被吊打的份 他们强化之后 只是需要两位装者 使用Alarm GAMM 才能打得过 他们的各批的能力分别是 Vanessa 头部以下的身体 都有改双的机械 可以从头拍 发射飞弹 手部也可以划作各类的兵器 被强化后 背上多数两只机械手臂 活力更强大 而且变形方式更化妆了 Miralecu 背上翅膀可以强化手部 或脚 但一只翅膀只能强化一只 也可以用那个飞行 平时的是坐着背后 或是划作头蓬 另外还有催眠 今天能破坏等能力 被强化后 可以同时强化四只 也可以使用Open Battle 但是躲避蝶人攻击 并制造出一个分身 Elsa 用了机箱的感官 当时会用不同武装来作战 来对应各种情况 分别有 鸭 爪 和护盾 但一次只能成为一种 被强化后 则是可以一次使用多种武装 把全部合起来 可以直接变成钢铁夹的Lulu 把全部合起来就是 Oatachment V Combine 速度更快力量更强 上一组的必杀技 打一带的是Endo 在必杀技中他们制造的迷宫 以至于其他神话 工匠 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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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 E3-0也不是一开始就成功了 这件多次失败才完成这个比杀技的 而且在前期他们使用过后会有很大的副作用 OK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请帮我按赞 不管影片分享出去 那我是杰森鱼 我们下部影片见 期待会订阅 期待会订阅 以上本番組でした バイバイ by bwd6 by bwd6 by bwd6